精彩 大家早 司马老师早 司马老师早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韩波老师 我先生 韩老师早 你们好 我把他临时拉过来 给我们帮帮忙 你坐这儿吧 好 谢谢 不客气 来 看 这就是这次的节目单 有些节目是已经确认的 可是温阳的这个歌 我还没定下来 我还得跟他的经理人 再联系一下 然后后边的这个创场词 都是陶妮写的 回头你再跟他沟通一下 司马老师 刚才唐老师打电话来 说他家里有点事 请假半天 他有没有说是什么事啊 好像说他先生病了 好像是急性肺炎 大哥病了 怎么这么不巧啊 他不是马上就要出国开会了 这一下不就耽误事了 就是 小王 一会儿你给陶老师打个电话 就跟他说这两天他不用来了 让他在家好好照顾他先生 我这就打 好 好好休息啊 谢谢你啊 不客气 等一会儿药水用完的时候 出来叫我一下热忱 好的 再见 再见 慢走啊 行好好养病啊 再见啊 再见啊 在家里打点滴 比在你们院里舒服多了 真是进水楼台新得业 我给你擦擦汗吧 嗯 你饿吗 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我 好 黄妮 你快去上班吧 啊 别因为我耽误工作 没事 小生刚才打来电话了 他说今天公司里没什么事 让我在家里好好照顾你 公司里怎么能没事呢 哎 我们那台晚会 几号甚至演出啊 今天都八号了 什么呀 今天是九号 什么 今天九号 对啊 十月九号 看我这记下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今天是妈的生日 这么重要的日子你都忘了 我一直记得嘛 这两天一忙 这凌了凌了凌了给忘了 不行啊 这这是不是弄完 我得去给妈买件礼物 没事一会儿我去就行了 不行 唐妮 这礼物还真的要是我去买 哎呀 你烧成这样干吗非得你去啊 我去不行啊 这事只有我去办 干吗啊 我没有资格给你妈妈买礼物啊 团妮儿 你 你想哪儿去了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是担心你的身体 我没事的 我买的礼物 你不一定能买得到 你想买什么礼物啊 我要给妈去买一件 那种浅灰色的 粗线制的 大帆领 双排扣的毛衣 戴腰带的那种 为什么非得买这种毛衣啊 我记得小时候 妈救我们的那天 穿的就是这样一件毛衣 这个彩排我们一定要参加 这个彩排我们一定要参加 对我们公司的将来发展一定会有好处的 嗯 而且还可以拓展新的艺人 对 对 好的 拜拜 你好 山水文化 哎 是我 哎 你好 你好 哦 嗯嗯 那 那这样吧 你把要修改的条款写下来 给我传过来好吧 其他的 就是那个二十号的彩排他必须得来 这是我们要坚持的 嗯 行 好嘞 那我等你传真 哎 好 拜拜 这个瘟疫啊 把我脑袋都搞大了 早知这样我也当歌星去了 让大家都围着我转都好 来 我说一下啊 二十号的彩排大家一定要认真对待 各位把自己的工作都给大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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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山水文化公司 方方吗 你好 怎么是你啊 你怎么知道我电话 这个不重要 我有重要事要跟你谈 我现在有事 等一会儿再说吧 有事吗 没事 这可是你说以后才谈的 你看 按照我这样一点 剩就好多了 嗯 是你不该说的 都见了 哎 陶妮 我跟你说一下 你别来了吗 怎么又来了 我是来给你们送东西的 晚上帮我把这个交给妈 什么呀 这是我和小柯给妈准备的生日礼物 小柯她不是发烧了吗 她也去不了 我去吧 我又怕妈不高兴 就拜托你了啊 天哪 我完完全全给忘了 今天是我妈六十大寿啊 哎呀 你看看你看看 最孝顺的儿子 被你妈妈赶到外面去住 他看起来简直就像一个昏君 说什么你啊 唐妮 你的脚怎么了 肿成这样 怎么了是不是摔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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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路走多了 我跑了大半个城 才把这毛衣买着 那以前你走路走得多 也没肿到 你 你让我看看 肿成这样你看 我现在不一样了 我比以前娇气了 我怀孕了 真的 真的 你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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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怀孕了 你怀孕了 这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可是他们谁也想不起来 今天是我的生日 是养儿养女孩有什么意思 他们肯定是工作忙过头了 忙过头 我也工作忙 可是他们三个的生日 我个个都记得了 都是我的生日 他们谁都忘了记得了 我本来想提醒他们的事 可你又不愿意 我本来想找小柯 让他向你 跟个错 可你又不肯 你觉得这种讨来的祝福有意思吗 其实人这一辈子 就像那些落叶 东飘西荡的 马快就会过去的 小柯 小柯 我说吧 这家里就咱们两个人 不会有别人的 妈 你快来看看 你快来看 妈 妈 妈 生日快乐 快下来啊 小潇 小潇 回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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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就爱听这句话了 知道不知道 妈 这是我和韩伯送给您的生日礼物 谢谢 妈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我们的呢 给奶奶的生日礼物呢 你大哥怎么没来啊 我大哥病了 好像是肺炎 严重不严重啊 可能挺严重的吧 他跟单位请了假在家里休息呢 他马上要出国了 又生病了 陶妮怎么照顾他的人 不是 陶妮为了我大哥奔里奔外的 陶妮为了我大哥奔里奔外的 也挺辛苦的 哎 陶妮为了我大哥奔里奔外的 陶妮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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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为了买这个礼物 跑了半个上海 脚都肿了 妈 都准备好了 你切蛋糕吧 谢谢 切蛋糕 哇 我好 我好 你带我 你让我把手摔了 我好 你把手摔了 我好 你把手摔了 你把手摔了 我好 其实 我好 你看 这么贵重的东西 这些孩子们真是瞎花钱 这种表可以看国际时间 以后出国你可以带着它 芳芳那个孩子还真是很有心的 看好看吧 这是根项链 还有这个 我帮你打开看看 他们怎么会给我买这么一件毛衣 亲爱的妈妈 小柯给我讲了您当年 舍命救他们哥俩的故事 我听了非常的感动 按照他的描述 我们为您买了这件毛衣 尽管和您当年穿的那件 还不太一样 但这件毛衣里有我们俩对您的尊敬和爱 妈妈 如果我们以前有什么做错的地方 请您多多原谅我们 真心地祝您 真心地祝您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三十多年过去了 看见他 看见他就想起了当初 你旧小哥 小松的时候 穿得像这样一样的一件毛衣 那一只红霞帐帐的 那一只红霞帐你织的 你当宝贝似的 整天穿在身上 当时你和红霞亲如姐妹 就像现在的小山方方 和桃妮他们三人一样 你说了 虽然我救了他们俩兄弟 可是我们又养好他们 现在晓松走了 小可离我又那么遥远 我现在心里知道了 是吧 爸 这是在哪儿门呢 怎么也没有个门牌号啊 那不是陶妮吗 陶妮 爸 妈 你们怎么来了 听说小柯病了 你又怀孕了 我们放心不下 就来看看你们 小柯的病怎么样了 听小山说 她的病情挺严重的是吗 她前两天挺严重的 不过打了几天吊症已经好多了 我现在给她煎中药吃呢 爸 妈 走吧 跟我上楼去吧 不停 你们到底住哪一幢啊 不 我们的厨房在转 我们住在前面那幢楼 这 我刚才是在这儿 给她煎中药呢 那你们的厨房 跟房间是分开的 对 因为我们那幢楼啊 它没有厨房 想和单位的领导呢 只照顾我们 就在这儿给我们分了一个媒体道 哪有这么荒唐的事情 我从来都没有听见 我房间就这么听到出台的 那边是我们也接着提计的 那你倒下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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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小心 爸 小心 这自行车别管了 来 你倒下心 慢点 我慢点 小心 行 来 楼上 在楼上 对 妈 在这边 小柯 你快看谁来了 爸 妈 你怎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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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来了 你先别动 不着凉了 来来来 靠着 靠着 妈 妈 爸 真没想到 你们会来 小柯 你说你病了 你不知道你妈她有多着急呀 没事呢 你还没事呢 感冒弄不好就会变成肺炎的 你可是大夫啊 这点道理你都不懂啊 可能是 这阵写论文太忙了 再加上 找点凉的关系吧 妈 嗯 小柯她就是贪凉 前一阵多冷啊 她还洗凉水早 劝都劝不住的 是吗 嗯 孩子啊 嗯 煮秋以后是不能再洗凉水早的 没事的 我一个夏天都洗凉水早 习惯了 爸 喝水 哎 妈 嗯 喝水 谢谢不用了 我刚刚在公司里头啊 喝了一肚子水呢 那我先给您放点 哎 唐妮啊 我想上个厕所 行 那我带你去 哎 哎 你拿伞干什么呀 我们那厕所的天花板 特别爱漏水 所以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得打伞 爸 全是造灭呀 他们单位怎么分这种房子 给他们住呢 这房子 马上就要推导重建了 我们只是在这儿 先过渡一下 妈 要不然我们带您到旁边办公楼 都未出现在那儿挺干净的 不用了太麻烦了 妈 我们就走吧 哎 好好好 把东西给他们呀 对对对 小柯啊 这是你妈给你准备的 你要多注意营养啊 好 来 陶妮啊 这是给你的 你也怀了孕 也要注意营养啊 谢谢爸爸妈妈 那小柯 就走了啊 小柯啊 你好了 有时间 带陶妮回来吃饭啊 哎 不要再起来 哎 睡着睡着啊 我送你爸爸妈妈 走 爸爸 你慢走啊 哎 你睡着啊 爸 你等一下 陶妮啊 你们还是搬回来住吧 这种地方 怎么能住人呢 对对对 回家住好啊 这儿条件太差了 生活太不方便了 对你们的身体 太不利了 明天一大早 我去派车来接你们 晚上 你就把东西整理一下 我看 你们也没有多少行李吧 那我跟小柯商量一下 不用商量 就这么定了啊 对 那我们走吧 好 爸爸妈妈慢一点 你上去吧 你上去吧 多喝点水吧 呦 到底是陶瀚来电话了 你去接 喂 喂 哦 是迷妮啊 嗯 哦 你已经搬到小柯家住去了 嗯 哎 你等着 我让你爸爸来听啊 哎 老童童你来 记下迷妮那新的电话号码 喂 迷妮啊 听到了啊 你等着啊 你妈去拿指头去吧 哎 哎 哎 好 你说 嗯 嗯 啊 我知道了 好 记下了 哎 哎 好 你先去忙吧 哎 回头咱们再详细聊啊 哎 再见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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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柯的妈妈 怎么突然让她弯回去住呢 可能是靠遇到你 你已经怀孕了 她对儿媳妇不满意 可是她对孙子怎么回事在乎的哦 可迷迷在同家座 会不会熟悉 她妈冷冷 迷迷又是个直辞性 哎 哎 哎 孩子的事情啊 只能让她自己去处理喽 事苦事甜呢 都是她的命 你管不了她一辈子 只是我给她们做这把椅子 怕是用不上了 怎么用不上啊 她们家条件再好 可这是咱们的一片心意 回头啊 我给送回去 那算了啊 等有时间啊 让小柯自己来拿吧 省得你去了 回来呢 又不高兴 得了吧 我才没那么小心眼呢 有词 爸 妈 唐妮 你这一大早干吗去了 我去对面店里给爸妈买了点小馄饨 小山和方方最爱吃那儿的茶烧包 还有紫米团 我就买了点 味道挺好的 爸妈你们也尝尝 唐妮 爸妈妈让你搬回来住 是因为你现在非常时期 咱们家里不缺保姆的 没事 我习惯了 唐妮 现在你一定要保重身体 千万别累着吧 爸 我身体好着呢 我去给你们倒点醋吧 小柯 他怀着你的小宝宝呢 该是你照顾他的时候 现在都反过来了 那别情不 妈 唐妮她喜欢照顾别人 您别管她了 她以此为乐 我听小山和方方说 她们读书的时候 都是唐妮帮她们打早餐的 这还这么傻呀 现在像这么勤快的女孩 还真不多见呢 你有这么好的儿媳妇 应该感到高兴才是 爸 你这媳妇跟你这傻儿子 还是挺般配的啊 什么呀 托尼 插烧包 插烧包 你怎么知道我这样想吃这个 唐妮帮 你的 我也有份啊 谢谢啊 咱们三个又在一块儿吃这个了 有唐妮真幸福 你们难道天天让唐妮 给你们买叉烧包啊 这样对待一个孕妇 太残忍了吧 你们忍心吗 这有什么 我乐意 喂 你好 我是司马小山 什么 那下午彩排温阳来不了了 有别的安排 你们开什么玩笑啊 咱们在合同里不是说好的吗 他必须来参加今天下午的彩排 我还安排了很多记者呢 不行不行 不行 恒业公司的老总也会来 他 他有难处 我难处比他大得多 你先等一下啊 先看看 这儿演员都大了吗 嗯 好 谢谢 不是才可以啊 坐坐 你是说 除了汪洋 你还要给我介绍一个新歌手 对 虽然他已经很久不唱歌了 但他真的 姿势非常的棒 如果交给我来做的话 前途无可限量 今天我正式演出之前 可能你会把这个合业公司的老总 还有他们一起来几个重要的领导 叫到台上来做一下介绍 对了 汪洋的这首一路走来独唱 这个节目不是现在 不是在第十个吗 对 如果他没有赶到的话 会把 那先这样 赶不来的话就把黄土琴 调到他这个围上 你先去吧 做准备 第一个节目电源已经到了 好 对了 你去看看小山跟那个汪洋 联系上没有 如果还没联系上的话 让他想别的办法吧 否则就来不及了 好的 怎么 他还是不接吗 现在他索性关机了 小山 我照着你给我的电话 都联系过了 可就是联系不上了 看来今天这事真有点悬了 我怕他连今天晚上正式演出都有问题 这怎么新呢 这不是要我出洋相吗 对不起啊 刘经理 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想象补救的办法 看看有什么人可以顶替他 或者直接把他这个节目换掉 把汪洋的节目换掉 你说出这种话来怎么这么随便的 我也已经向我们的导总都做了汇报 现在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你们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地换节目呢 你们也简直是太不专业了吧 那现在都这样了 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 接下来该怎么办 是你们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我们公司花了这么多钱 请你们来是干什么的 难道就是让你把这一大堆的问题抛给我吗 对 你们如果就是这样办事情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再合作下去了 接下来的钱 你们也别想再拿到手了 当初我就不主张搞这台演出 更不主张把演出交到 像你们这样的公司去做 你看现在问题来了吧 该如何收拾啊 你们自己收拾去吧 秀山怎么办 我们 别急别急 越到这种时候越不能进 你们让我好好想想 会有办法 一定会有办法 宝宝 汪洋那首歌你会不会唱 我我 我 会唱还是不会唱 我会 那就由你来顶她 小山你别开玩笑了 我去顶汪洋 芳芳你别慌 我只是让你顶她彩牌 晚上的时候我会再找别的歌手 好不好 咱们先把彩牌拿下来 可是 那也 芳芳现在没有可视了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今天是咱们第一次一块做事 对咱们每个人来说 都很重要 就算你上台去 除了杨小那也没关系 好吗 芳芳 你 你要是真上台了 你就不会害怕了 我有体会真的 对 我吗 可是那么大个台 没事 就像唱卡拉OK一样的 你你肯定比那些歌星强 我们不骗你的是吧 就算我们求你了好不好 一样 没事 一样 芳芳 我试试啊 下面请欣赏女生独唱 一路走来 演唱者吴芳芳小姐 这个歌不是汪洋唱的吗 为什么舞台上不是汪洋 我们今天跑来这里 不就是为了能把汪洋 忘了当我们公司吗 芳芳 你请别着急啊 我马上去问一下 等等 等等 在为我轻轻地梳妆 用那心情画在脸上 这个歌手是哪里的 为什么以前从来没见过 你以前从来没有义 谁都给了你 僕把《我们侠帆》 一种抽谈的 最单纯的颇光 对吧 我看估计的 你这样 外面的那种 不都要 你这样 带牙人的快乐 西方和女生的快乐 我看估计的 这种歌手是个人 免不了有一点苍凉 只愿岁月捧我抹去忧伤 我一路走来 也曾经徘徊 那时问了爱又何妨能等待 我一路走来 对了 其实我刚才给你介绍的歌手 就是他 我一路走来 那是我的梦 一人精彩 你说得对 他非常地出色 你去谈吐这件事情 以后你就负责做他的经纪人 道远真的吓死我了 真的在上面 你还紧张吗 很紧张 导演 我走了 好 你好 不要迟到了啊 演出说别迟到 再见 不行啊 你们看不出来吗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真的 辛苦了导演 不行了 辛苦了啊 辛苦了 辛苦了各位 今天的彩排啊 真的很成功 我们曲总让我代表他 向你们表示感谢和敬意 谢谢 刘经理 我还在联系晚上能顶替汪洋的歌手 就是时间太紧了 没关系 我们曲总啊 对吴小姐的演唱非常欣赏 他说了 如果汪洋晚上还赶不到的话 可以让吴小姐代替他上演 真的 真的 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我上的话那观众会退票的 没事 你放心 你唱得挺好的 请你相信你自己 那谢谢你们曲总了 那你们忙吧 我要到下面去招呼公司的那些贵宾 好的好的 好 慢走 再见 我真的能行吗 当然能行啦 我有预感 从今天起 我们就要开始顺了 真的 你信不信啊 是 是 呼哥 救 下总 是我 胡哥的合同怎么样了 什么 你说那个合同 对 作废了 你回来 你会有报应的 你说什么呢 你别以为你这样可以吓着我 我告诉你吧 红眉毛绿眼睛的我见得多了 你再来电话我就报警 报警对你们有好处 不要以为我不理你 你就可以一二再再而三的 晓松啊 以后这种电话不要给我接进来 看什么呢 还不干活去啊 看什么看啊 还不赶紧干活去 芳芳 高端把这个经济合同传过来了 条款案真多 你自己看看吧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同意芳芳跟哪家公司签约 当初高端那么无情地对待你 你就这样随便地回到她的身边 那她会看清你的你知道吗 陶宁 我对高端也很反感 可现在咱们是让芳芳跟她所在的公司前约 不是要跟她和好 这两回事 再说这机会对芳芳来说太好了 咱们不能放弃 机会再好也不理她 那个人心肠那么冷酷 陶宁你怎么了 糊涂了 再说了 高端在这公司也不过就是个打工的 咱们实在看她不顺眼 可以让老板给她吵了吗 赶紧把合同给芳芳看 赶紧把合同给芳芳看 陶宁 你放心好了 我跟高顿的事早就已经过去了 我们根本不可能再有什么 我有分寸 你相信我 进化男生 你跟上个人 你跟上个人 我就吻心痒痒 你那些唱的都好 我给你 还有好玩的地方 说好了啊 别挂了啊 兄弟 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呢 是你啊 喝什么 我请你 来杯啤酒吧 你怎么这么不高兴啊 没什么 想演出的事了 好似啊 方芳现在也不是在你的手里吗 我们可没什么 我只是他的经纪人 再说 方芳是不过原谅的 看什么原谅不原谅 女人 你只要下一点工夫 竟然就会到你手上 再说 当初他那么不愿意 后来还不是嫁给那个 小宋了吗 哎呀 来来来 来来来 慢用 兄弟 我知道你心里有血 这不是为了小宋那个孩子吗 走 咱们找个地方去聊聊 怎么样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 走走 收拾完了吗 要不要我帮忙啊 不用 不用 一会儿就好了 芳芳 这次我陪你去 你不会不高兴吧 说什么呢你 你陪我去啊 我特别高兴 说实话 小山 要是没你陪我 我啊 可能都放弃这次机会了 其实我这次出去 也是为了咱们公司拓展业务 你就别愿逃逃逃 他都是怕你再受伤害 你不知道他现在多喜欢香香 就跟自己孩子似的 我知道 他这人的脾气又直又倔 可都是为了我好 有他照顾香香 我也可以放心演出了 好 你要是这么想 我也就放心了 那回去睡觉了啊 你也早点休息 那你早点睡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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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摇曳了什么 这可不像你的性格呀 拿到了 小香 小香 看谁来了 摇摇摇 妈 您怎么来了 我路过这儿 看到你们坐在公园里头 就过来看看你们 他玩得还好吧 他玩得可开心了 摇啊小香 摇啊 摇 这地方不错啊 这地方不错啊 摇摇太阳 看着他玩真是一种奢侈 玩儿 香香 妈 您冷不冷啊 穿着感袖 还好吧 我去给您拿件外衣吧 不用 你怀着孕不能乱跑 没事没事 那就小陈打个电话送过来呗 没事我跑一趟很快的 那拿个封印啊 好的 小夏 摇得开心一点 摇摇摇摇 对 摇得开心一点 好吗 哎 乖 好了 先走了 好 你走了 好 喂 小舍 是 我在外头 什么 徐慧殿又投诉了 怎么说 我不说了吗 把这些问题 都交到市场部去 市场部没法处理 怎么会呢 他要通过法院起诉我们 你不能跟他说吗 喂 桃妮啊 香香还在公园里头 你赶快去接他一下 我可以做一个好事 我可以做好事 我可以做好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